除此經常違法濫權之外呢 另外還有一個團體今天沒有來到現場 是我們天母柏友倫將軍故居 就是天母綠域聯盟 其實他們在半年前就是在選前 是有幸被指定成歷史建築 跟有一部分的範圍變成了暫定古蹟 但是我們知道暫定古蹟也經常是 政府拿出來搪塞民間團體的一種緊急應變措施 也就是說這暫定古蹟呢 如果過了半年沒有明確的公告 哪一些真的是古蹟的話 其實他就會失去效力 所以在半年後的今天呢 我們的羅友倫故居是一樣面對了同樣的危機 又回到了原點 在這邊也必須要跟大家說一下他們的狀況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認為倪丑華局長這半年不及格的市政 第二個就是承諾票決策黑箱 那我們要請就是我們在大同區的文盟樓日春協會 來告訴我們就在他們的案子裡面呢 是怎麼樣文化局是怎麼樣包庇私人 就是利用土地圖利 以及在過程中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把民間團體的訴求拒絕於他們的門外 謝謝大家好 相信大家其實多少都知道文盟樓的狀況 那其實文盟樓的爭議呢 今年已經是邁入第四年了 從2011開始 這個屋主買下文盟樓之後呢 我們就日日春協會就開始被破簽 那經過我們的爭取 在去年11月的時候 在前任的在好市府 劉維公局長還在任內的時候呢 其實就有承諾的願意做有條件的徵收 在選前一天去年是11月29投票 在11月28的時候呢 柯正營的政策部總監張錦生呢 也親自來了文盟樓跟我們常談了兩個多小時 深深的了解這個文盟樓這個爭議跟個案的情況 那其實他當場也說呢 覺得徵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其實他覺得應該要朝公辦都根的方向來努力 那在尼局長呢 剛上任的時候呢 其實也有說徵收跟公辦都根 兩者都不排除 還在考量各種的可能 但是呢 在上個禮拜 在上個禮拜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呢 其實公辦都根已經沒有了 那現在文化局呢 其實也絕口不提徵收 所以在面對徵收跟公辦都根 都雙雙套票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 我們也非常的焦急 因為在上衛 在這個禮拜二的時候呢 我們發回 我們樓的官司發回高院根審 其實也確定日治村已經敗訴了 所以可以很清楚的見到這個破籤呢 其實就在倒數計時的狀況裡面 很可能在今年底呢 日治村協會跟公昌阿姨的這些故事呢 就會被迫遷出文盟樓 因為在判決的時候 法官很清楚的說 要將文盟樓整個清空 然後還給這個 買下文盟樓的這個投機客 對 那當這個古蹟的價值呢 完全被清空的時候 這個等於是一個完全沒有靈魂的烏殼了 對 那無獨幽兒 其實在我們今年3月18號的時候 在大同區雙聯里的里長 也親自的向柯文哲提出 他要把這個古蹟廢掉的訴求 那這個廢古蹟的訴求 我們當然覺得很納悶 這個古蹟呢 已經從2006年就開始指定到現在 過去也是公昌館 在大同區其實存在的是 40年50年以上的歷史 但是卻是在這個時間點 里長提出廢除古蹟 那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在現在台灣的這個時代呢 保護文化資產都已經來不及了 居然有人明目張膽的說他要把古蹟廢掉 那我們也認為文化資產呢 其實是在現在面對開發的時候 最後一道防線 所以其實我們也呼籲 我們也希望倪崇華呢 在面對今天的不及格呢 在未來下學期呢 可以繼續加油 真的是積極的來把文盟樓收歸公有 在跟法院的官司賽跑的情況之下 在我們被趕出來之前 可以趕快把這地方收歸公有 謝謝 好 大家都知道文盟樓有一個最荒謬 就是所有愛古蹟的人聽到都會 就是會傻眼 就是我們的市政府居然還真的 啟動了廢古蹟的審查 也就是說這些里民呢 其實覺得他們覺得文盟樓不應該存在的理由 是污名 但是污名怎麼可以構成肺古蹟的審查呢 那如果是這樣可行的話 等於是替很多的開發案子 開了一個很大的後門 那我們是不是民間團體也可以指著 以後也可以指著總統府說 裡面是有馬英九 所以非常污名 然後我們就要麻費普及 這其實是非常荒謬的一個作為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另外一個 我也是被黑了